院長好 委員你好 看到院長很親切 那剛剛院長就是說報告這個防疫這個部分 首先我必須要給院長以及我們部長還有這個 我們的防疫的團隊 從過年以來到現在的努力給予肯定跟敬意 院長你也辛苦了 謝謝 那就是說針對這個我們這個防疫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說能夠作為一個這個無漏洞的這個防疫 那第一個就是說跟院長提出來這個報告的 就是有關於我們第一位確診的這一位 這一個武漢肺炎的這個病患 其實就是說我們現在就是說 當時當然就是說這是第一次發生嘛 那算是大家也比較沒有經驗 那院長可以看一下 他在2月15號的時候 暗時6點的時候 他在中部的某一個醫院死亡 那事實上他生前也怨過一次啦 那死後又怨過一次 6點的時候發生這個事情 7點的時候 這一個兩個這個應該是說這個殯葬的這個基層的這個勞工 就是說他的這個接體人員 他就7點到那裡 7點到那裡 他就彈一直彈 彈到11點 要不要喝個水 等到11點的時候 這個才接到這具屍體嘛 那給叔就給他2娘這個隔離衣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殯葬業的這個勞工 他不是剛才這個情形嘛 他就問說 問這個醫護人員說 為什麼我要穿這娘 那護士跟他當場的回答是說 因為第五類 他就跟他說第五類 我們當然不知道說什麼叫做第五類嘛 他說什麼是第五類 那護士跟他說 第五類的意思就是得到A型流感 A型流感這樣 所以他們就去處理這個事情嘛 然後把他用到便利罐 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這兩個現在 目前就是說被 就是說要要求他自主管理健康嘛 那現在就是說 這兩個東西 是完全沒有被告知說 這個就是武漢肺炎的這個病患 然後死亡的 我要請教院長就是說 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 把這個接體人員 我們從基層的這個病患人員告知說 這個風險 還有說這個是一個武漢肺炎的這個患者 謝謝委員指教 有關相關的環疫作為 包括這樣的事情 都有整套作業 那實際的個案情形我請 部長給你做說明 好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在檢疫裡面 最主要是一個 屍體的消毒的程序 那一部分是由醫院來做完成 那有衛生主管單位 地方的衛生局 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是詩然面 我現在討論嬰然面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應該 把這個接體人員 我們從基層的 這個病障的工作人員 告知他說 這個是武漢肺炎的患者 那你應該要這個小心 告知我想這是應該的 但是到底是不是沒有告知 或是告知上面有誤解 那我認為這應該要去釐清 第二個層次 那個院長我們在 部長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個 他當天晚上11點 接到這個遺體 他送到這個賓禮館之後 因為他 據他的說法當然是說 他沒有告知 從這個監視器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還是穿著這個隔離衣 所以他穿這個隔離衣 然後去辦這個賓禮館的手術 因為他要把它放在裡面 所以這個過程之中 事實上 就是說 因為他沒有告知他的情況之下 他穿了這個隔離衣 然後到處去辦這些行政手續 然後再來就是 假工嘛 假工16號 16號的時候 事實上是完全沒有任何動靜 他們沒有接受到任何的訊息 到17號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辦公室都接到這個陳情了 17號的時候 早上10點的時候 這個家屬這麼拿到 便宜的死亡證明書 然後把他送到這個南投火畫廠 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南投火畫廠的時候 還有另外兩個人 那他們穿著 這個便利商店買的 這一個 35塊的雨衣 那表示說 這個就是非常的不專業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 還不是政府告訴他們的 也不是防疫單位告訴他們的 而是說 因為 這些殯葬業者 覺得說 欸 新聞已經抓了 怪怪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去告訴他們說 欸 你自己要注意喔 結果 他們 自己就去7-11買了這兩件 雨衣當作隔離衣來穿 那 請問部長 這樣的作業這樣可以嗎 我們首先的觀念要澄清 這遺體從這樣的一個病房移出的時候 那病房本身是一個污染區 所以在污染區裡面 它要消毒完全 才會移到我們的乾淨區 所以它移出之後 在醫院的作業 在衛生局的監督之下 應該是完成 所以這裡面被包覆完整的情況 這已經屬於 不是我們屬於 就是說一個污染的源 所以其他程序 照正常的程序去處理 那至於穿著我們的隔離屋 爬爬爬罩 那可能我們在殯儀館的人員 可能需要一點 我們的一些教育 應該要進去 讓他們知道 就是說 怎麼樣有個污染區跟乾淨區 那怎麼樣自身的防護 那我要加強教育 那我接下來再看一下 你看隔壁 除了這兩個之外 其他人都完全沒有穿 連羽衣都沒有穿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事實上衛福部 就像剛剛部長講的 有頒布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這個規定裡面 我剛剛就是要說 這個起始非常清楚 就是說 六太平間的工作人員 和李醫師必須要被告知 有生物危害的風險 所以我們也請這個部長 也要注意就是說 在這個狀況之下的時候 應該要及時的告知 就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要討論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 欸 等一下等一下 好 就剛剛那一張 好 就是說 這個是分到這個第五類嘛 因為第一到四類基本上 法規範就已經明定了列舉了 所以這是其他分到第五類 這沒有問題 問題是說 這個第五類裡面 我要問的就是說 為什麼 會有不一樣的這個 處理的方式 你看 這個譬如說 這個裂骨熱 或者是說 這個 拉薩 事實上它都是24小時 錄煙並且火化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裂骨熱跟拉薩 事實上它的死亡率大概只有 百分之一 那 變成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武漢肺炎 它居然是跟新型A型流感 放在一起 而且它 這個處置的措施是說 這個火化或報警地方主管機關 核准後深埋 換句話說 剛剛講的就是15號發生這個事情嘛 16號通通沒有動靜 到17號 才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應該要去檢討 就是說這樣的這個流程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兩個問題 一個是為什麼要列第五類 那個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說 第五類該怎麼處理 那第五類是24小時內要通報 這已經做了衛生群到場 也知道這是第五類 那第二個就是說為什麼要列第五類 我們沒有把上面更嚴重的 大家認為說這疾病的嚴重度 跟它死後之後 這病菌的傳播的可能性 經過專家的討論 我們現在先把它列在第五類 第五類我清楚 我的意思是說 那這樣的處理方式 它是跟A型流感 這個放在一起 以這樣的方式 但是你看第五類裡面 事實上這上面列舉了非常多 列骨熱啊 防熱病啊 拉薩熱這樣等等之類的 事實上可能它的危險性 並不基於現在這個武漢肺炎 但是它是24小時內 錄鏈或火化 就是說部長 是不是可以演繹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請專家再來 根據現在病情的情況 跟病程跟它傳播的程度 重新來檢討第五類是我恰當 那再來就是說 我必須要替這兩位 剛剛我講的這個15號的時候 然後就是說未被告知 然後去接提了這些人員請命 就是說行政院提出的這個條例 事實上第三條 它規定的就是隔離 跟這個檢疫的人員的補償 那像這樣的狀況 現在這兩個人 事實上他不會讓人做錯了 他就是遇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就這個叫做自主健康管理 但事實上他就等於是一個被隔離的狀況 他是不是就是適用第三條這樣的狀況 今天條基本上是對於居家檢疫跟居家隔離 那自主健康管理 就要求他每一天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所以這兩個人還是沒辦法適用到第三條的這個狀況 因為他自主健康管理 對他還沒到那個程度需要做居家檢疫的程度 所以這個就是對他們這樣的工作人員 是造成非常不公平的結果 因為這件事是很辛苦的事 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他必須要去處理 然後他是最基層的這個殯葬業的勞工 那是不是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那我再跟這個院長請教 就是說這個條例裡面的第四條 他事實上規定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防疫照顧架這個部分 那事實上他處理的方式呢 是透過這個企業減稅獎勵的方式 然後去給他薪水這樣方式來處理 謝謝委員指教 好 委員指教了兩個部分 我先把前段的部分做一個總的說明 讓委員了解 就是剛才所謂殯葬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是新型的疾病 那國人跟我們相關的部會 都是以最高防疫 希望不要有任何破口為努力 那因為是新型 所以也許原來的規範沒有標列那麼明白等 那相關的作業是不是還有未盡之處 我們這個應該整個來盤點檢討第一點 第二點 對真正從事這樣工作的人 如果在作業上沒有整套的標準作業模式 這個也應該來加強 不要有任何疏漏 第三就是如果因為從事這個同樣是防疫 無論它是什麼職位 無論它是什麼角色 無論它是什麼角色 我們都對於因此而受損害 或者受了椰制 我們都會給它應該相關的補償等 這應該做 第二部分 我先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個防疫照顧價 我們的主張 因為說實在的 我們是非常懷疑說 以這個租稅獎勵的方式 到底有多少企業 因為說這個租稅獎勵 然後會給員工 這個所謂的防疫照顧價 那實在力量的主張 事實上非常清楚 就是說我們希望這個也應該列入補償 所以這一條 這一個部分 第四條部分 我們會提修正動議 就是說 應該是能夠補償最低的工資 這樣有一個好處 我賺較少的勞工 我可以拿到大概八九三的薪水 因為它也許最低工資已經快要到它的薪資 如果比較就是說賺較多的勞工 那它能夠有一個基本的照顧 然後用一個基本工資的方式來照顧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可能比較妥當 因為你用這個租稅 這個獎勵的方式 我是真的很懷疑說 到底有台灣 有幾間 有多少的企業 他能夠受到這樣的獎勵之後 然後有給員工薪水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提一個修正動議 那我現在 那個部長應該OK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就是希望這個 談這個金融正義的部分 那你這就是說 當時 就是說 他說 他說 這叫做 拿他那請銀行 論言案 我不知道 這個院長 對這個事情有清楚嗎 這個被媒體稱呼為 這叫做 史上最大的一個 三百八被審人 最大的一個炸彈案 院長 不好意思 院長 這個 你清楚這樣的一個案件嗎 因為這其中有九家銀行裡面 五家是公股銀行 那我等一下會跟你報告說 從這個二月一號以來 我在追這個案件的時候 我遭受多少的 這些銀行的多少的刁難 我一定要跟你告一個狀 謝謝委員指教 這個 有關這個個案 我有看到媒體報導 不過我沒有 就 這裡面 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相關的 公股銀行 或者是 處理的情形 我請經管會 主委跟你做說明 所以委員要捶詢的是 有關這個案件的本身的案情 應該是說 這個案件 到底行政院有沒有掌握 因為這涉及到五家公股銀行 那事實上 其實就是說 這個 顧主委也曾經擔任過律師 這其實非常清楚 詐騙 到底是說這個騙子 這麼厲害的 可以騙三百八十六億 可以騙九金銀行 還是這裡面有人謀不章的這個狀況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事情要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涉及刑案的部分 是 一部分涉及我們檢查的部分 對 那我們對於檢查是不分民營跟公營 當然都要進行一個 對於他們在這個做 主委 我現在就是針對這個五家公股銀行 那就是說 這個當然是在我們 進行了解的 所有 不管是民營或公營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已經對於他們做一個徵受性的部分 還有在做相關的融資的 有關的管理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已經進行了必要的了解 也都有充分的掌握 那刑案 因為這個案子又涉及到炸彈 所以最主要他就送一個 偽造相關的單據 還有也許是跟 因為這是個貿易融資的案件 所以他有一個對象 那這個對象可能跟他有一個共謀的狀況 這個都有檢調 正在做一個必要的正常 主委我現在先請教 這三 就是說五家公股銀行裡面有三家 事實上 這個廠商是非常清楚 資本的三億 然後他連一個廠房都沒有也沒進行生產 那到了這個4月11號的時候 曾明忠委員 邀集了這三家公股銀行 然後來到這個青島東路辦公室 然後要求說 這個談這個展延的事情 你覺得公股銀行可以因為立委 然後來要求這個展延 然後結果呢 到最後就可以來對這樣的一個不良再信的廠商 錢都還不出來的廠商還可以展延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您剛剛提到曾委員這個事件 你盡管會並沒有出席也沒有參與 那我們是有去了解 這個又涉及到所謂的伊朗 你知道因為美國對伊朗進行這個制裁 所以相關的這些出口到伊朗的這個部分 在美國突然制裁的情況之下 發生了他們拿不到相關的貨款的狀況 所以就我們瞭解這個當時透過本來有一個叫做日圓 不要用美元 要用日圓的這個機制 所以當時曾委員是就這個伊朗 稍受到制裁 那麼論銀他們拿不到貨款的這個情況之下 他有出面協調 主委我再問一下 就問這一個就好了 這個台灣中小器銀 已經展顏都已經評不出來 5月7號的時候 竟然還可以再貸款給他 到底是說這個詐騙人真的這麼聰明 還是說這個被騙的人他在配合他 因為當時不管是中小器銀或者其他銀行 他們當時還不知道那個論影是用炸帶的一個手段 所以當時在討論的是有關伊朗禁止 對伊朗 美國突然對伊朗制裁拿不到貨款 之後當時的展顏 這個背景是如此 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當然這個案件 當然我可以知道說這是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了解這個案件 結果你看 用時代力量黨團發函說什麼 二支法的保障 說那我用我個人的名義發函 跟他說那你5月7號你放款給他 你總是應該給我一個紀錄吧 不好意思 還是沒有紀錄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院長是不是可以像慶富案一樣 組成一個院的調查小組 因為事實上非常清楚 曾明忠委員是前經管會的主委 那慶富案的時候 就是也發生這樣的炸彈案 這種炸彈案是層出不窮的 公股銀行好像都奇怪 都只是比較會容易受騙 那是不是應該要由院來組成一個調查小組 徹底的去追查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就是說剛剛這個主委也有談到 就是說刑事已經起訴了 那大家都很清楚 你被騙了這麼多錢 你怎麼不去對他提起 這個刑事的負責民事賠償 不用花任何的一毛錢 你的裁判費是零 你就可以要求說去追查 把這些錢給要回來 這都是人民的血汗錢 跟委員簡單來講 第一點就是說 根據銀行法的規定 對於個案的相關貸款的內容 它是屬於銀行秘密的事項 所以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之下 是不可以隨便提供的 但是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這是銀行法的特別規定 這第二個 再來當然就是說 相關銀行的債權保權 他們都應該要做好 必要的債權保權的措施 那他現在有做嗎 他現在有做了嗎 我的了解他們都在當時 不是啦 應該就是這個刑事附帶民事 這個是非常基本的啊 對不對 為什麼出了這麼多錢 他還不去跟他要錢 我的了解 不是在檢察官起訴之後才做的 是在他們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發現了被炸帶之後 就在第一時間 就已經做了債權保權的相關措施了 等一下等一下 第一個我先請院長回答說 是不是可以組成一個調查小組 等一下這是人民的血汗錢 這不是一百塊兩百塊三百塊 這三百八十六億 跟委員報告 386億這個講法也是不對的 銀行 因為它是在不斷的炸帶的過程當中 它那個累計數 但是這個也是很多個億嗎 最後的貸款的餘額 就是說受到損失的餘額 就你剛剛提到這幾家公股行 跟我們得到大概是二十十億左右 但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把這個狀子送出去說 要去對他們追償嗎 把追償找 檢察官還沒有起訴之前 就已經在進行 起訴了 起訴了 還是沒有去對他進行假扣押 也沒有對他進行任何的追償 那我現在請院長回答 是不是可以像慶富案一樣 組成一個調查小組 我們真的很認真的 來把這件事情搞清楚 我請財政部長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個案子發生以後 鍾小青就來跟金管會跟我們報告 事實上我們都有掌握這個狀況 你現在連起訴 負擔民事賠償都沒有 你跟我說你現在有掌握這個報告 他們事實上也都有在做 那你有一個調查報告嗎 沒有啊 對不對 一月就起訴了 那就是說 好 那就是說我們希望 院長是不是真的正視這個事情 然後組成一個像慶富烈烈劍案的調查小組 我們徹底的把這個事情查清楚 OK 那這個部分OK 那我現在要談一下轉型證 因為這個每個人就30分鐘 這是太多議題了 就是說 促轉會 我剛剛事實上在院長拜會 這個實力黨團的時候 我有特別提到 因為院長是美女黨的立書 那這個像前幾天公佈了這個林宅雪案 其實對院長來說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那他基本上就是說 促轉會也非常努力的突破 就是說貴起林宅雪案 監察院調查過 2009的時候 王清風法務部長 邀集了這個高檢署的 顏大和這個檢察長 跟陳聰明最高檢的檢察總長 陳聰明 組成了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小組嘛 結果 其實應該很清楚 怎麼調查 在國民黨的時代 他就是永遠不可能有任何的突破 所以在那個2009年的這個調查報告裡面寫什麼 他寫說 情治單位沒有涉入 但是現在促轉會在前幾天的林宅雪案調查報告裡面 非常清楚的指出 這個林宅事實上 受到了國安的監聽 也受到了這個國家的監控 OK 然後在3月10號1980年3月10號的這一天 國安局竟然把 在案發當時打出去的這一通電話 把他給刪除了 那 我要跟這個院長報告的時候 院長 是不是贊同 促轉會這樣的認定跟這樣的報告 好 阿邱委員 以我跟林毅雄先生的交情 以我對當時在發生事件的當天 到如今都歷歷在目 是 因為發生的當天 我們就是穿著律師袍 陪著林毅雄的太太 在軍事法庭上 為公平正義而奮鬥 而當消息傳來的第一時間 我們都在現場 我們甚至於當年向軍法官要求 應該保護被告 保護被告的家屬 應該停止審判 但在那威權恐怖的時代 在那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時代 當年軍事法庭的法官 沒有照我們的要求處理 如今雖然幾十年過去 我們都認為 現在應該要揭露真相 應該要把不公不義 能夠讓台灣同胞讓世人了解 所以院長是支持這個報告嗎 我不但支持 我會大力的希望 真相早日大白 因為四十年 不是一個短的日子 台灣人用幾代的努力 才能這樣 所以我特別謝謝邱委員 您能夠把這個題來重視 那我現在就是有一個提案 因為法務部長也在這邊 2009年的心理 國民黨的時代 看起來是假意 他就要求說 我們來組一個調查小組 但是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現在處長會 其實他爬出這些檔案之後 他有一個新的突破 就是這個國家監控的這個狀況 但是國家是什麼 背後有人 是誰在監聽 是蔡宗強律師 他就提到 當時的國安局長是誰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 是不是說 會可以 因為處長會是一個行政調查 是不是組成一個 專案的調查小組 然後有法務部長 然後可以一樣啊 約局這個高檢署長 約局最高檢的檢查長 他現在的科技 現在我們台灣的刑事見識能力 我們台灣的法醫的鑑定水準 包括DNA的技術 跟四十年前 已經迥然不同 那是不是說 針對處長會 他所累積的這些 這個成果 能夠進一步 讓檢調 可以來重新調查 這個臨載的血案 像院長講的 我們要給人一個交代 是水落尺出嘛 什麼人是 鄉手 這應該要能夠 調查清楚 給被害人 一個交代 給全體的國人一個交代 那像陳文辰命案也是一樣 現在台灣 包括我們在 承辦的這個 厚峰大臣 這是一個高罪事件 的自他委的判定嘛 台灣有這麼一個專家的啊 那是不是 也可以在這個部分 能夠 這個介入來調查 我們基本上 我們的希望就是說 院長 能夠折騰法務部 能夠就臨載血案 這個部分 能夠有一個專案的 這個調查 然後啟動 點調 去做調查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處長會 有關處長會的部分 我們想要請教院長就是說 因為我們做一個很好的決定 就是說 去撤銷這些判亂犯 的這些判決嘛 那大家覺得說 這真的是政府做到很中的一件事 但是這個判決除了有罪判決 有罪行之外 他還有這個沒收的制度 那根據就是說 國防部所提供的資料 在教員時期這些判亂犯 他被這個沒收的財產 土地的部分 只有土地的部分 就是279筆 那就是說 內政部的計算基準 就是說這279筆 大概就是市值是310億 就是說公告限制是310億 然後市值是347億 那我要問的就是說 什麼時候政府要把這些 沒收的財產還給這些 已經被宣告無罪的 然後沒收的這個判決也撤銷的 這一些過去的政治判斷 謝謝邱委員指教 我非常肯定也感謝我們主轉會的同仁 歷經努力 漸漸有離出一些我們要了解 或者要再繼續追查的相關的線索 或者必須要求到的資料 那另外 我 不但 會支持出轉會 就這些來查 而且我更會要求 要加快加大力量 並且我也特別回應 邱委員剛才所講 其實就如同當年我們在軍事法庭上 講的那句話 人家沒有判亂 你不該亂判 或者人民會用選票 另做審判 我非常感謝 正因為台灣人民用選票 一次又一次的 來支持要求真相的力量 支持像你我這樣的從政人物 所以今天我們才能站在這裡對話 我們會繼續努力 不但 會把這個做好 好 謝謝邱委員 也謝謝蘇院長